文化部所屬国家摄影文化中心首次推出以抽象摄影为主题的展览 由世新大学图文传播继数位出版学系教授张光和担任策展人 展览以非常具象、理性与感性、顽形与物介质四个展览子题 结合精心设计的展场空间探讨抽象摄影的各种样态 那我们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具象飞象 那是想要从宏观跟围观方面 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面 这些艺术家 他以一种英雄式的观看之道 那找到了 你一般认为很不起眼的美在那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是理性与感性 那我们也安排了台湾很有名的抽象画家的作品 跟摄影作品一起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些艺术家 他在理性方面的思考跟感性方面的抒发 可以做一点点对照比较 然后我们还有一件是叫做顽形 那顽形心理学里面认为视觉元素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很必然的 不用学就会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抽象的视觉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你就会用玩型的视觉心理来解释 那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美 然后我们最后一间是物介质 那摄影发展了一百八十几年 从类比的讯号到数位的讯号 这之间材料本身就有很多可以产生美的讯息的做法 那我们收集了一些艺术家在这一方面的创意 其实在各种的艺术表现里面 摄影是相对来说容易进入跟容易被看见的一种 那我用那个John Borger的话来说 就是人类事先看才学会预言才学会说话 所以看这件事情决定了我们的世界 就这浩瀚的宇宙到底真相是什么 其实无人知道 做一个小小渺小的人类 可是呢不重要 他不管他是什么 我们看的内容就决定了我们世界的样貌 那所以我想摄影家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摄影家是在人类的工作里面 他是发现选择甚至定义这个世界样貌的人 我们从摄影家的眼里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或者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或者发现我们过去没有看见的世界 那我想刚刚在那个摄影的这个展里面 其实大概就回答了我们很多这样的问题 不管是从最小的切面也好 从最大放大的极端来也好 或者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透过折射来创造的新的视觉也好 我想摄影者在这次的展面 就是已经走向这个摄影的作品呈现的世界 也不只是诠释不只是定义甚至是创造 抽象之眼展览集合25位艺术家与99件作品 表现台湾不同摄影世代的丰富风格跨度 观展者不只可以经由艺术家的叙事手法 鉴赏摄影的抽象之美 更能透过作品反思映射自身的经历 抽象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经历没有这个东西 可是它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 把眼睛回归到美学最基本的几个元素 比如形状 线条 质感 颜色 图案 图形 这些东西是它的优点 可以当作一个视觉练习一个过程 但是这里面也产生一个危机 这危机是什么 就单薄 你也很顺利现在视觉里面的世界 你跟它很丰富 可是没有深度 它之中就是比较繁复丰富的图案设计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大概可以有两个可能性 那一个是说从摄影的观点去看抽象 而不是从绘画的观点去抽象 那我两个系的都跟摄影有关系 都是用光 那光之有果是在 在光倒在山谷上的时候 山洞里面的时候 这个具象的空间 跟抽象之间的辨证关系 那有些照片其实很像抽象 其实它有深度的 就是反过来 所以这里面这个具象跟抽象之间的这个辨证关系 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那光带来层次 它有诠释空间 那另外一个系列叫夜航 也是光 这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用晚上飞机看到的光的轨迹造成影像 所以没有实体 甚至看不到 你不晓得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拍出来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这边也牵扯到光是不同的一个方式 那这里面光其实代表是一种抽象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例子叫时间 长时间曝光 所以像光跟时间都是摄影它比较特长的一种工具 作品名称叫做非虚构 那作品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是我对于城市中 一个不断在迭代的一个现象 来做的一个呈现 因为我个人是住在万华区 那大家都知道万华老城区 它的那个建筑 其实拆迁了也很快 就有时候我会觉得 那个转角好像曾经是什么东西 但我又忘了 那它下一刻可能就变成了便利商店 所以其实这个真实跟记忆间 其实我是作品是在做这个 这个落差感 我用一个数位的方式 就是所谓摄影测量法 因为这一次的作品其实也是根据媒财 然后来纳入张光和老师这个策展的概念里面 那因为摄影作为一个时间的记录嘛 那摄影测量法其实包含了空间的记录 摄影测量法是什么 就是用我自己身体去在这个空间中去行动 然后把某一个空间的所有资讯去记录下来 就假设这边是一个空间 我绕着这个空间去拍每一个角度 那它就会包含所有时间跟空间都记录下来 我在这里面好像看到了一个招牌 那可是这个招牌跟其他这个整幅画面的样子 又没那么显眼又很像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幅很像一个重勇 重勇的样子 抽象之眼展览即日起 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至7月30号 欢迎对摄影艺术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感受抽象摄影画面带来的力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